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了 扒了你的小算盘吧 当我没交过你这个朋友 好好好 我错了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给个机会 中共代表那儿是你负责守卫吧 是啊 给我一张特别通行证 你要通行证干什么 闯宫 面见毛泽东 你疯了 公里 我告诉你 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别做傻事啊 看把你吓得 逗你玩的 处长 看啥呢 看啥呢 走走走走 什么情况 科长 有事 龚少校光光砸处长的门哪 这全楼道的人都听见了 就你没听见 是他在瞧 处长开会去了 他说原因吗 看着火气就大得不得了 我可不敢问 去看看 嗯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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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处长 处长开会去了 有事 你不接得了吗 这不接受啊 可以跟我说 看到没有 有多少岗上 民稿四十五处 暗少不降 你这不是飞蛾扑火吗 有些事情不得不为 大家都说龚少孝既致过人 我看也是未必 你明明知道绑架你妹妹的另有其人 为什么还要到中共代表团 来捅这个马蜂窝呢 我就想把事情弄大 如果共产党没做 他们一定会投诉抗议 到时候 就会有人承受不了压力 把我妹妹放出来 还有一种可能 嘉陵江没盖子 你是说 绑架我妹妹的人 会把她灭口 说不好 总之一句话 帮不帮我吧 如果你打定主意 我愿意与你同忙 为什么 毕竟我在这里有监听任务 身上有通行证 我不愿看到我的同事铺饰街头 那些警卫员 对于擅闯禁地者 从来都是先开枪 后解手 刘九阳的人来得还真快啊 刘九阳的人来得还真快啊 请出示证件 请出示证件 人追查到底 不过 你也不要到中共代表团 那儿横生之劫了 怎么了 连我的话都不信了 令妹的事 如果戴谋找不到 天下恐怕没人能找到她 好了 你先去 孤立 我可不想在你属下面前 搭你耳光 孟科长 从此我功力 跟你同心协力 还好我当时答应 龚小姐一起闯宫 要不然的话 按你的脾气 还不给我一枪 倒不至于 用这么低档的手段 那龚生孝 还有什么 更高明的手段吗 王小山的秘殿 我不懂你的意思 大家都是同行 毛庆祥手下的人 我还不了解 倒是王小山的秘殿 连我功力都破一不了的话 他们能先破 还真是天方夜谭 可事实上 就是别人先破货的 毛庆祥这个人念旧 他手下有很多 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学子 我有两个同学 就在他手下 我听说 他接见过你 是为了报恩吧 你知不知道 他要是知道 你告诉他的那些秘殿内容 都是胡邹八扯 还会对你那么绅士 换个地方来好吧 我听说 我听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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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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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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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